这是一场极其不匹配的较量 因为挑战者险些被打死在擂台 这是发生在2010年的一场WBC重量级拳王战王战 当年的大克里钦克二次复出成功 与弟弟弗拉基米尔彻底统一了四大拳击组织 而这一战是大克里钦克第五场对面战 他的对手就是有着拳弹加农炮之称的布里格斯 这位90年代的重量级名将也曾有过辉煌 击败过老拳王福尔曼 也曾挑战过性感嘴孙我刘哥 虽然只是一位二线的短命拳王 但也算是大名鼎鼎 而对于这一战 赛前的加农炮是非常的自信 在加农炮看来 克里钦克只是生在了一个非常好的年代 两兄弟根本没有经历过大战恶战的考验 就别的不说你看我的肌肉 来你摸一下 你感受过男人的力量吗 你知道什么是男人吗 来你摸一下 你就点一下看硬不硬就完了 对于加农炮的种种挑衅 克里钦克一直保持着非常谦逊的态度 众所周知 两兄弟素来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只在那台上合法打人 非常的具有盛世风度 把这个赛前的仇恨都隐藏起来装在心里 等到了比赛当中 那他妈下手老黑了 所以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这个音乐走起 这个话说当年的这一战 尽管很多人都看好大克里钦克 不过也有一些媒体和专家认为 这个加农炮毕竟不是一番炮 最起码能制造一些麻烦 大克里钦克赢的也不会轻松 然而整场比赛 属于加农炮的高光时刻就这几秒 对了就是这几拳 两人的实力差距那是相当大 加农炮的防守那基本等于零 就是纯纯的拿脸硬定 前几回合大克还多多少少有一些忌惮 打了很多的前手 但到了比赛中后期 那就是肆无忌惮了 各种后手各种摆 怎么打怎么有 跟打这个沙袋是一样样的 加农炮也被打得在地冷冷 其实此时的裁判完全可以终止比赛 确实没有进行下去的必要了 但每个裁判都有自己的尺度 而这个加农炮也想继续挨揍 争取打满全场来保住最后的颜面 所以你干你完了 有能的你就整死我 大克里清科也是彻底放飞了自我 也想看一看这个加农炮能扛到什么时候 所以出于对观众的尊重 对对手的尊重 此时此刻绝对不能手下留情 我去你的吧 必须得往死里削他 因为我是绅士 未来的基辅士师长 我不能把所有的情绪都留于表面 嘴上不说 但我确实想整死你 最终这场比赛 大克里清科以大比分完胜 击败的布里格斯成功未免 而布里格斯在赛后陷入了昏迷 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经过了长时间的抢救 保住了生命 由于眼眶和鼻子多出骨折 这一战后 布里格斯休整了三年 才正式复出全弹